从吻师修入三谋地 吻就是加入心意识 就是耳识 以及这个同时意识 那师修是独头意识 就是不再加入外面进来的那些信息 是使用独头意识 那么吻师修三会 吻会 师会 修会 为进修戒定会三无漏学阶梯 以及转传入圣的正途 但本法宗旨在玄望归真 就是旋转我们那个生命那个望 把它归到不生不寐的真心回来 那么舍是用根 我们把是 那个我们完成在用的 那个认识的是 把它舍掉 那么用我们的根 根源 我们那个 本有的那个根源 故呢 这个吻会不是在指耳识 叫做西立识 不用 哪一指耳根这个吻性 我们耳根里面所具备的那个吻性 不生不寐的佛性 寄托在我们耳根 他们耳根就在应用 所以我们就记得说 内不随着分别的耳识 外不闻所闻的生成 耳识也不随他 生成我们也不闻 但闻能闻的闻性 就是能够闻的是谁 就是我们不生不寐的佛性 有佛性才能够闻 未知这个闻会 闻三会之一那个闻会 那么根据本觉理 然后起始觉制 本觉理就是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那个本体就是叫本觉理 然后始觉制就是开始觉悟的智慧 就是我们能够发现 我们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那个就叫始觉制 能够发现的那个叫始觉制 我们用始觉制来观照本觉理 不着有不着空 不着空跟有两边 一味的闻闻自信 就是闻我们自己的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未知这个思慧 前面是个闻会 这边是思慧 那么念念玄望 就是旋转 我们望 那个生命的望 不要 就是要进入真 不生不寐的真 然后偷年内服 因为外面那个樊臣就好像强力交易 非常的黏 我们被他黏住了 精神都外放 那现在我们要内服 就是要降服 我们自己 那个外放的心 不要外放了 要收回来 福归言真 降服我们望心 让他归到我们本来的那个真心 为之修会 所以吻师修三会 如是吻 如是师 如是修 日久公身 就可以花本明耀 就从我们不生不寐的 那个真心佛性 花灰光明 把那个光明花灰出来 所以叫花本明耀 非常的光明 我们佛性本体 本身也非常光明 那就可以 解六解 破五音 破五音